好 搞定 沒事 好重 一把只可以擋散到這麼多人 真的 四十吋 遮黃 這把是太陽遮 這把是太陽遮 這把是6至8個 一看到這種駕駛 這把是這樣的駕駛 自不然是跟黃飛鴻有關 其實用遮掩偶人 是關得興師傅才以為黃飛鴻開始 後來李連結 他們都是用遮掩打人 其實真的黃飛鴻有沒有用遮掩打人 誰知 還有第二件事 正所謂夏天為大地帶來雨水 其實多餘 香港由年頭到年尾 何時不下雨才行 你逢是打風下雨的季節 第二天 你整個街上見到最多 當然是爛了 咬骨的傘 沒事的 現在這些傘 十多二十元都有一把 街邊的紙皮革就可以拿來賣 再不是便利店 五六十元又是一把 不過容量就沒有了 喂 你聽過吧 有些傘說 包你用一輩子 有些人這樣做生意 用一輩子還用來做 正話我說過 黃飛鴻的打人傘 還有用一輩子傘 好像風馬牛不相及 但其實都是跟你說 一個香港開始的傘的故事 haciendo 黃飛鴻 是 是 黃飛鴻 是 激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归宝奧今年多少歲? 136年 老字好 也不是很厲害 首先香港老品牌,你直根不是在香港 廣州 你太公了一輩 我是第四代 整間店舖都帶來了 手工全部拿來香港 因為廣州淪陷打仗 日本人打到來 我們聽父親說話 叫做走爛 我們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走爛 一家大小全部拿來工具 拿來工具 來來來 不是直接來香港 先去澳門 澳門再下來香港 香港過來九龍 港島再過來九龍 為什麼要選九龍呢? 你們很多分店都在深水埗這一帶 九龍開業是上海街先 一路路都會開業 就是從旺角油麻地那組 所以我都沒有出生 上海街先開業 我在父親廠台 就一直開啟雷敦道、油麻地、深毛江 最生氣才是深水埗 講你們的店舖 我小時候已經聽了這個名字 因為當時有幾個方式知道 第一 真是有口傳 每個人都說這三個字出來 第二 都會見到有報紙的廣告 有 待會講廣告裏面有四個字 我一定要問原因為何要這樣 定期連有公展會有單位 有很大的招牌 有些公仔畫出來 他們的口號是說 你的傘是一世保養的 其實當時我們不禁有懷疑 你這樣就是做蝕款生意 那不可以 因為買了傘別人不會再來光顧 不會的 為何不是這樣說 你去買一把街邊的 最便宜的都要六七十 尤其是下雨就不止了 通常六七十 你出一次街又六七十 用一次 用兩次 又要爛又要丟 又要買第二把 當你買到第四五把 你就很氣憤了 整幾個水 不如滴起深桿 梨涼縮店買一把好些 耐用些 我們有什麼好呢 爛了有意外 因為大方爛了蝕骨 拿回來做免費 問題現在還有沒有 那些婆娘拿著蝕蝕 師傅 我們想來做蝕蝕 有沒有這種人 絕對有 真的有 因為那蝕蝕有感情 可能蝕蝕四十年前 她老公送給她 她的蝕蝕壞了 難道扔她嗎 說你弄回她 不知道多開心 就有得用 有這樣的客人嗎 有 回去跟老公說 我爹弄好了 原來弄好後 又用幾年 都在那裡 你講回永久保養 你這樣說 保養的意思 就不收剪 是的 遮掘骨免費 你人工那些 怎麼說 他這樣的 有時候人們拿來弄 很奇怪 放下遮掘 他就看有沒有新的出 孫子明天上學 可能下雨 買一把給孫子 或者買給一些 明天下雨 怕兒子上學 沒有遮掘 不如買多一把 或者有新的出 現在的UV 遮掘太陽 我洗頭髮都很差勁 弄了一千多元 不如遮掘也好 不要曬傷皮膚 那時候以前 舊時代的人是撲實一點 真的用遮掘 其實擋遮掘 和人們一樣 最遮掘是反骨 是的 如何確保他不反骨 你們有什麼把握 用的質量要好一點 要硬正一點 反了也不會斷二斷 有時真的有意外 有時人們走過來撞過來 小朋友用遮掘 有時按鍵也按得不好 撞到東西又爛了 就拿回去弄不住 很有趣的 來這裡大家覺得 有一個景點來的 遮掘我見不少 去愛國 尤其是英國 英國真的還有很多遮掘 在倫敦 那些是幾百年的 沒錯 我現在講到遮掘 當然有遮掘 和飽掘不同 我看到很多布料 好像在中環花布街 有很多病 有些人的遮掘是很好的 整理好遮掘骨都沒事的 但那塊布 很難 我想換布行不行 我們梁蘇姬三萬二要計錢 遮掘 遮掘 還有那顆尾 黑色的那顆 遮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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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看過一套電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遮掘 雪梨小姐做 雪梨姐 那個叫做呂黑俠 莫蘭花 她有一場很恐怖 那時候 沒有特技 拿著遮掘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很大把黑色 在天台上跳到街上 那時候天台二樓 幾樓 幾樓 兩三層 跳到街上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扯威掘 你那時候遮掘 遮掘 你連結有一個鏡頭 已經是這樣 有一個拍王飛鴻 真的嗎 她在二樓客棧對打 她就拿著我這把梨蘇幾姐 就在那裡跳下來 早七幾 不知道七幾 還是八幾年 有一間電影公司來找我們 是 她說 想買兩把硬正一點 打功夫的姐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做甚麼 有呀 買兩把 這些是夠力的 英國 砍骨 只是夠力的 回去不夠二十四師時 她拿回來斷了 他找你負氣 是呀 他找我負氣 他找你什麼用 下雨單車不會斷的 你知是誰的樣子 我不知道 你連結拍王飛鴻 我賣給你 我賣給你 不是給你打架 於是乎 總共訂了二十四把 打完一把就扔 第二把又上 終於全部打爛了 我想知道這把算片是陣劍之寶 是呀 這算是功夫姐 真的算是功夫姐 其實李連傑的新派王飛鴻 拿一把車來打人 不是由他開始 一定是關德興師傅 黃飛鴻 有甚麼指教 我今天和你做技 沒有甚麼過不去 真正那個王飛鴻 有沒有拿姐打人 我們不知道 關德興阿姐打人 由他那邊開始 反而好奇 現在這些資料很好 很薄很輕 防水 UV 甚麼都知道 舊的時候 百多年前 那些是甚麼報復 可以防水那麼厲害 以前沒有那麼多選擇 現在是黑色 扯布 面布 漏水 扯布 未做遮掩之前 就拿去過立 即是順便打一層蠟 打一層蠟在桶上 融了 這些布經過蠟 就會黏在布上 哦 不是很平常 通常都用十至八次 那層蠟就掉了 以前聽聞 我爺的故事 可以拿一把舊枝去過蠟 整把再染一染蠟 是呀 再用蠟再多幾年 都可以 那時這些布是這樣的 現在 甚麼布都有 是呀 做衣服 配衣服 那時你說做街坊生意為主 現在除了街坊生意之外 這兩年當然少一些 香港遊客就沒有了 以前有沒有遊客 慕名而來 有 尤其是有些日本人 以前 早十年八年 很多日本公司回中國 有貿易 去中國當然多數經過香港 家人來探望 我老公 經過香港 只要去日本 打開日本 旅遊書 還有我們所謂的縮骨 還有三縮 六縮也有 六縮 縮也只有五吋 可以放在褲袋 腰包 方便 我又想說一下歷史 你小時候 一定出店舖玩 不幫忙都玩 滾地沙 是嗎 被老爸打 滾地沙 我們家裡的店舖 都是這樣玩 沒錯 你的舊式店舖 說那種人情味 那時會和那些伙計 是怎樣的 和那些伙計 我記得第一天 我老爸叫我 回樑蘇寂 上班 拿工廠做事 跟師傅 學習 我說好 去就去 第一天 我記得 財姐師傅 每天你猜他做甚麼 拿把掃帽掃地 正常 K班那些全部都是這樣 掃地 為甚麼掃地 你拿來掃 他說很多其他工友 跌了一些橡筋 跌了一些釘仔 就不管了 你負責掃 撿起來就有用 不要浪費 以前的物質比較缺乏 我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我最初學 首先學剪裁保� 接著就 掃鮮 接著就修理 接著就學衣車 接著就逢線 逢駕駛針來穿線 學這些東西 最後才讓我出去店鋪 門市部門口站檔 因為他要知道 我老爸要我知道這些步驟 每一個步驟你要認識 你不是聰明 你要認識 你要知道 那些人在哪裡來 人客會問你 原來我有得對答 這樣才能夠推介給客人 沒錯 等於你現在去買百貨公司 買一把車 他不會介紹給你 什麼好 你亂來買 不亂來買 我只是計勇而已 但我們車的專門店有好處 人客來到 他買一把車 老闆 我上次買那些車 重一點 有沒有一些輕 有 即是立即有反應 可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時你們不是大量機器生產 每一把都是人手做的 換句話說 每一把都是獨一無二 不是 通常都是生產 有幾十把 每出一次有幾十把 幾十把 如果反應好 再出幾十把 看看市場在哪一邊 反應好 我們出哪一隻多一點 說回那時你們有那麼多 全盛時期有多少間店鋪 有六、七間 每間店鋪連師傅十多人 在工場有一個師傅 在工場做 發貨幾多間店鋪 很厲害 做足 店鋪有多少伙計 當時坐兩三圍桌 那麼多人 每一間店鋪有伙計 煮麻煩 你說煮麻煩 舊時的店鋪 我們叫做牙 初二十六 不是初二十六 初二十六 有餐好的食牙 有些人不知是甚麼叫做牙 不知道 有美牙 是呀 頭牙美牙 還有大時大節 正所謂的端五、中秋那些 又好夥食一點 派生果 派禮事 派月十五派月餅 端五節派種 中秋節派月餅和生果 一定有開年 有一定有 初二回來開年 沒錯 沒錯 很開心 初一半夜 應該是開店 我是很淒涼的 我是小孩子 很想去玩 年初一、年初二 去露營 很流行 不准了 開完年才可以去玩 好吧 開完年 你幫忙洗碗才好 洗碗 整盤 不好意思 不小心打破 那就大件事 你走走走 快點走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去玩 不被人打 也是很可笑的 說回那件事 很開心 真是叫大鑊飯 很多人一起吃 但是很多還沒送 有雞 一定有雞 除了你們遮蔽之外 我會講第二個故事 小時候聽見梁蘇姬 除了說遮蔽 永久保養 但是你們很孤寒 什麼叫孤寒 牙刷有刷毛 即是說不甩毛 為什麼會出牙刷 兩件事 以前沒有All-O-B 有什麼 沒有 叫豬中毛牙刷 豬的尾部有汁 很厚 有牙軟的 那毛為何硬軟 最頂部比較軟 近皮比較硬 以前的人沒有索膠 就是沒有All-O-B 沒有索膠牙刷 用牛骨 牛骨做病 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們梁蘇姬 有一間叫梁申記 在廣州還沒搬下來的時候 我們梁蘇姬 聽我爺說的 梁申記是做刷的 做牙刷的 梁蘇姬是做遮的 那一到下午3時 我們泰宮就拿著龍鳥 梁申記又拿著龍鳥去炭茶 是 兩個人在爹 兩個叫梁的 是在爹 我淡月 我們每年淡月都是天冷的 是 沒有什麼生意 有什麼辦法 老兄 梁申記那人說 我又是調轉 天冷就很生意 天熱就死了 不可以賣的 因為過年每個人都要買牙刷 因為過年每個人都要新衣 新鞋 新牙刷 回大陸買幾宗 現在兩個撈亂的東西買就好了 是呀可以 我們不如把杯子放在牙刷裡買 你又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不要寫梁蘇姬 寫梁申記就可以了 這樣也很大 視乎我們兩個交換了東西 我們就有梁蘇姬 一毛不牙刷就買到這家 即是那時候 其實梁申記幫你們做 是呀 不過就用你們的名字 是呀 我記得我爺爺跟我說 那些人 拆到牙刷 那些毛都拆開了 拿回來 拿回來我們店舖 另外一個工場 穿回那些毛 過半人錢 很貴的 是呀很厲害的 過半人錢 那時候幾元日而已 好像打工一樣 馬姐幾元日而已 穿回牙刷 快布呢 爛了個洞 只是換那塊 是 補下去 不是 換那塊 三角形的 整塊換了 又是過半人錢 咦 挺有趣的 我相信這個價錢 應該是50年代的時候 我想不止 不止了 應該我都未出生 如果是這樣打仗 60年前左右 對 打仗的時候 是的 還有個故事 就是 真不真的 當舖可以當你們的傘 是啊 當時 當舖只可以當三個牌子的傘 一個是梁蘇劑 一個是梁蘇劑 一個是時奈 這三間店舖的傘的質量 就差不多了 所以來的原料都是外國來的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地方來傘的原料 英國 那時候叫做西德 最出名的 Western Germany 有把西德的縮骨傘 很威水 以前有一把傘是身份的象徵 你知道嗎 什麼傘 等於有一把縮骨傘 等於當初有一個大哥大電話 哇 拿出來很威水 打開一個行李箱 有一把傘 很威水 放到一個行李箱裡 這麼厲害 馬姐 一個人工人買了一把傘 你有沒有見過那把傘 傘頭對花的 那些工人 有紮邊的 夾著一架底 拿著一個藤纜 去買菜 那些傘是馬姐姐 就很出名 那些海老人是典當的 很厚的 那隻傘 很大把 很厚的 是 背著西德 是遮住的 或者拿著藤纜 就拆到藤纜上去買菜 那些傘是多少錢 那些年代 那時是十元 十元 吃了很多餐 救命 那時馬姐都是幾十元 一個月 原來檔舖 二叔公也看 原來傘是美傘也有價 沒錯 希望美傘有價 價值一直延續下去 繼續將你們的傘葉發揚光彈 多謝你 以為掌門人說沒有什麼珍藏 誰知找下一把 舖仔細細 就找到很多把歷史珍藏出來 我們做遮瑕的好處 我們可以玩一下設計 自己可以有什麼嘗試 見到什麼都可以玩一下 我見過這樣的遮瑕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還沒 水龍頭有什麼 這裡 這個開口 我還沒想到那個口 插入水口 這個針是可以出水的 哈哈哈哈 讓它通過 有什麼用處呢 去露營旅行 插進去 插進去 可以洗手 有水喉 還有很多其他的珍藏雨傘 想看多點的話 去我們會員專區吧 我要喜歡 看到在家裡 我才不會說 這是我的報告 各地區 我會買一個 水灘 只有我們 我們 bey